暫時來說,日本央行的口風方面願意是繼續寬鬆下去,希望它真是好像你所說 今年金價在3月和10月開展大聲浪,接年創新高,市場預期聯儲局明年減息,加上全球多個地方大選,以及地緣政局發展都影響金價後市 由分析預料,金價明年可能… 10月爆出歐美銀行危機,見起金價年內第一個大升浪,紐約期金由1800美元附近,升至5月初破頂 其後幾個月的金價表現相對平穩,10月初再度下市1800美元的關口,但以巴衝突爆發,避險波幅收集至不夠兩成 若果紐約期金在年結日,難夠企穩2000美元,全年將會錄得大約一成或以上的升峰 扭轉上年微跌的形勢,實得金融首席分析師郭啟倫說,一旦美國調頭減息,將會推動金價在明年或會再破頂,高見2350美元,與其全年… 此次環球經濟擔心就賺回全現金位王,金價有個大約波幅 賺得金融期貨主管民感輝就預計,現貨金明年首季有望重返2130美元,全年或會升至2300美元,金價的走勢取決… 香港電腦記者羅惠浩播道 政府統計處公布本港11月相…